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一开始也没指望婆婆能帮多少忙 出多少钱 车 婚礼的钱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准备的 因为我俩不是一毕业就结婚 而是工作了好几年 婚房我家里准备的 我爸妈不希望我们结婚了还租房子 最主要是年龄上去了 结婚了就要备孕 要孩子 我爸妈不想孩子也跟着我们到处搬家 所以就拿出积蓄给我们买了婚房 就这样我们结婚了 婆婆一分钱没有出 但婚礼 礼金她倒是一分没少都收了 不过她有她的道理 说都是我这边亲戚 当初我送人情 现在收回礼金 名正言顺 我懒得和她扯皮 我们花钱办酒席 你收礼金 反正我心里是觉得挺搞笑 之后因为没有一起生活 所以也没啥矛盾 每月按时给她生活费 老公还时不时带点东西去看她 婆婆倒也没来找我麻烦 但孩子出生后因为没人照顾孩子 我只能辞职在家带孩子 婆婆和我的矛盾就出来了 她说我矫情 找借口不上班 我本来是想找个月嫂照顾我月子 但婆婆觉得花钱 觉得她能照顾我 让我们把找月嫂的钱给她 她死活不让我们找 最后也就是婆婆过来照顾了 可问题是她没照顾好 我妈妈因为要照顾自己儿媳妇 天天来陪我也不现实 但孩子所有的开销 几乎都是我娘家承担了 衣服 小孩子手饰这些 连尿不湿 我爸妈都是几大包买了 往我这边送 最后我妈妈还给我塞了两万元 这些婆婆都是看在眼里的 但还是不觉得自己作为奶奶 有什么不妥之处 我因为身体关系 孩子没有母乳 是喝奶粉的 本来给孩子准备了两个奶瓶 那天不小心摔了一个 另外一个孩子拽着 死活不肯给我 实在没办法 想着反正要再买一个 那就不和孩子争抢了 等下又要哭闹不停 我抱着孩子 就想让婆婆去小区门口超市买一个 但婆婆怎么说都不去 一会儿说不能惯着孩子 一会儿说自己不会买 反正就是不去 我一直哄孩子 一开始没想到 后来灵光一闪 转身从抽屉拿钱给婆婆 这下可好 也不说惯着孩子了 更不说自己不会买 怕买错了 就直接去超市买了 我后来看着这个新奶瓶 都哭笑不得 婆婆真的是一分钱 都不愿给这个孙子花 或者说 不愿意给我们小家庭花钱 老公回来后 我和她说了这个事情 她虽然知道 自己妈妈很小气 对我们小家庭也很算计 但她始终认为 婆婆不会小气成这样 毕竟是给孙子用呀 但没多久 她就相信我当初这些话 都是真的 孩子满月 我们想着就不办酒席了 等周岁再热闹一点好了 不过 老公同事 还有我几个朋友 过来看孩子了 带了不少礼物 虽然不办满月酒 但人家都提着礼物来了 好歹要留人家吃饭呀 我抱着孩子 不方便买菜 就让婆婆去买菜 我傻乎乎 又忘记给婆婆拿钱了 结果 婆婆借口 自己不舒服 就不乐意去买 我又不好大声说话 被客人听到了 多尴尬 没办法 就给老公打了电话 让他回来 顺带买菜 老公提着一堆菜回来 看见婆婆在家惊呆了 她以为婆婆不在 所以 我才让她买菜 这小区门口就有菜场 婆婆完全可以去买 老公意识到问题了 当天晚上没忍住 就问了婆婆 婆婆倒也干脆 说我为啥要贴钱给你们呀 我已经来帮忙照顾你老婆孩子了 还想让我贴钱吗 老公误瞪口呆 说 妈妈 这话 你怎么好意思说 你是我妈妈 我给你钱 孝顺你没问题 但你要是这么和我算清楚 那可以 你来第一天 就拿了我们一万元 对吧 这本来 是我们给月嫂准备的钱 但你拿了钱 也没干啥呀 家务活 基本都是我下班回家做的 老公没说完 婆婆就哭了 然后 老公也就没脾气了 我本来不想说啥 但婆婆觉得 是我挑拨的 又哭又闹 开始扯上我了 我实在没忍住 就请婆婆回家 我说 我自己可以 既然你觉得 以后不会指望我 现在 也不必对我好 不用帮衬我 那以后 你千万别指望我 指望我也没用 婆婆信誓旦旦说 自己有女儿 不指望儿媳妇 随后没几天 婆婆就收拾东西回家了 日子 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我生一年后 才继续找工作上班的 孩子就拜托我妈妈带 没办法 总不能把养家的压力 让我老公一个人承担吧 我也不能一直靠娘家 我还有个哥哥 不能让我爸妈太为难 我和我老公一直很努力 还找了兼职 日子也算是越过越好 几年后 婆婆忽然小中疯了 需要人照顾 这个时候 一直依赖母亲照顾的小姑子 见不着人影了 说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伺候照顾 轮不到她 老公带着我去看婆婆 婆婆可能是后悔了 冲着我直哭 然后说 想和我们一起生活 想让我照顾她 我看到她哭 就想起 我当初那些委屈 直接就说 不是你说 你不指望我 你有女儿 所以 你现在也别想指望我 话是这么说 最后 我还是同意 把婆婆接到了城里 和我们一起生活 请了个阿姨 周末 我们自己照顾 就这样吧 我完全是看在老公面子上 毕竟这些年 她对我 确实不错 对我父母 也不错 中间 我们换学区房 因为当初 这套房子 是我娘家出钱买的 所以 现在换了房子 她坚持 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而且 也写了协议 其实 卖房的钱 不够买学区房 我们这些年的积蓄 也在里面 但老公 坚持 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想到这些 也就算了 我就是想不明白 有些婆婆 怎么就拎不清 就是觉得 女儿比儿媳妇重要 其实 这么觉得 也不是说就错了 但问题你要知道 你以后 其实是要指望儿媳妇的 十年看婆 十年看媳 真是这样的 大家说 对不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